曾经被误认为是补习班的有福文化饮食空间 从开店到让消费者真正接受 过程大概花了两年的时间 有福的餐点食材承载着老板满满的儿时回忆 50年老店的冬瓜茶砖 老年名厂的米 更是老左营人的记忆 在有福你可以品尝美食 欣赏店内铁花窗与摄影集 曾经在味觉与视觉的双重享受 现在就一起来看今天的《用心爱台湾》 当他们愿意长时间的这样每天走进来 跟我们聊天 跟我们有接触 才有办法让刚刚提到的 这个社区的概念可以慢慢在这里 我们卖食物这件事情 其实是希望食物是一个媒介 就是透过他在吃饭这个短暂的时间 我们可以有机会可以认识彼此 然后才能够构渡 接下来这个地方可以叫成什么样子 博音电视台就旧城区这一个地方 它也有上百年的文化历史 但是从小跟着家人一起在这些市场或是像这种做采买的时候也没有想过 原来这是一个这么有特色珍贵的地方 也没有想过有一天它就会改变会消失 因为它家住在旁边而已 所以都是他们小时候会玩耍的地方 店里面卖的前几名的菜色 像烤肉饭这一个在当地比较有代表性的老年名厂 它已经开了五十几年的年名厂 我们也常常有人会点的左营下路冬瓜茶 它其实就是在我们左营那边一家开了五十几年的老店 它都是手工制作冬瓜砖 然后我们在家里凹住 所以它的冬瓜茶的香气 冬瓜的味道就会很红 看我们的菜单其实可以发现到有很多左营的元素 我会这样做是因为来新左营这个地方 就是福山社区这里开店之后才发现 其实很多人隔着一条铁柜 但对旧左营完全也不能说就是不太认识 所以希望可以透过这个上面的菜色 让他们有机会可以对旧左营有一点点的认识 对我们店的经营 还有食物的这个连结的点来说 那第一就是食材的运用 因为太太家一直以来都是在旧左营做生意 所以对食材的财买对她来说 光是商家她买的话就带有一种信任 然后她也觉得那些东西是可以长期维持的顾客关系 我们对于那边的摊商来说我们是顾客 可是客人来吃我们东西客人是我们的顾客 所以我们制造了一个很像这样子很良好的循环 然后又跟这个在地可以连结 这批一批 那时候想要做一个主视觉的符号在这边 那时候就想说那我们就把左营所有有的元素都带进来 组成一个符字 这就是在我们就是旧左营那边最常看到的水帮铺 然后还有我们的旧城城门 然后跟这个是三楼兵塔市的铁花窗 然后以及这个国贸社区 我们一开始先想我们店怎样可以跟这个地方有连结 因为我们从后到后要做社区营造这件事的意志 其实目标是相对比较明确的 所以我们就觉得我们应该连名字都跟这里有一点关联 然后因为这个地方就叫福山社区 所以我们就觉得那我们先从福这个字去作为起点就对了 然后所以这个有这个字是后来加上去的 因为我们那时候取福这个字让它可以在英文上有食物的意思 有food的意思就对了 这一开始有点像我们其实只带着概念来 但是我们并没有那么清楚这个店要长成什么样子 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想要让它成为一个社区空间 所以我们必须要先知道这个地方它可能会有什么东西 所以我们像让自己有一个像是留白的那个空间的概念 然后慢慢去接触这个社区 然后知道这个社区可能有哪些能量哪些资源 然后尝试让它在这边可以长出来 其实我们过去的生命经验有一些在国外的经验 所以想要希望把这件事情带进去这个社区里面 在这个社区里面也有很多其他国家的人 然后也有我们在地的学生在地的家庭 那有没有办法在一个餐桌上 我们有机会可以互相认识彼此 然后可以接触不一样的文化 从这个食物作为一个起点 然后去经营我们的社区的这个概念 很像你可以只来吃一个饭 可是如果你认真的看我们提供这些东西 或者是你开始我们一旦开始聊天了 其实我们所有的话题都围绕在这个社区 在这个左营里面 那我们就可以很顺 自然而然的就可以开始继续 做我们想要做的社区营造这个概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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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